就听说这土豆子呀 揪花打岔 这土豆子才能揭的多 才能长的大 你说我也不会呀 老铁们也不会呀 今天呢 正好乡里的鸡船来了 正好还在土豆地呢 我给大伙啊 问一问 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来了鸡船啊 哎呀来了 哎呀 都说这土豆子呀 揪花打岔 土豆子才能揭的多 才能长的大 你说我也不会呀 老铁们呀 也都不会 你正好来了 教教我们呗 那我呀 今天呢 就好好教教你家老铁 土豆子如何呀 揪花打岔 才能啊 揭的多 才能长的大 我告诉你呀 哎 就麻烦你家老铁一件事 把那红心加号五角兵都给我点上 要不然呢 想找的时候 找不着了 哎呀 我家老铁呀 都给你点上了 想种出好土豆子 一共就三点 尤其呀 最后一点可重要了 来 带着你家老铁呀 往这儿瞅 往这儿看啊 首先呢 第一点 咱们呢 栽土豆子的时候 哎 一定要 要 坚决啊 给我拉大点 千万呢 别给我种蜜了 那第二点就是啥呢 你瞅着 土豆羊长得这么高的时候 它开始开花了 你把上面的花啊 给它给我揪掉 然后啊 底下这个岔子 你都给我摆一下 哎 这个是为了啥呢 就是啊 怕咱家这土豆羊啊 跟着土豆子 给它蒸营养 影响咱们家土豆的产量 那第三点是啥呀 第三点呢 那才关键的 你可呀 仔细的听 看着没有 就这豆角羊长得 土豆羊啊 长得这么高的时候啊 然后啊 你呀 就给我喷上它 喷湿它 喷透它 就喷它一遍就中 我告诉你啊 保证啊 咱家这土豆的 接地多 长得大 哎呀嘛 还面糊呢 鸡船啊 你说的可真好啊 但是你没告诉老铁们 你那湖里喷的是啥东西 哎呀妈呀 快点的 就是这个 你瞅着 它叫鱼泰素 跟着生肝粉 这两大包子 你兑它一百斤的水 你就这么喷吧 我告诉你 这玩意儿那才好呢 不光啊 管管咱家这土豆子 还管咱家那茄子羊啊 死苗烂磕的 豆角羊长半生锈的 黄瓜羊得那黄半病的 我告诉你 用这两袋 全给你管的 哎呀 技术呃 这不正是老铁们所需要的吗 那这好东西想买 上哪能买的啊 你呀 带着你家老铁点头像上的直播间 人家老师讲的 那才明白呢 那妥了 我现在就带我家老铁点这头像来直播间 我现在就带我家老铁点了 我现在就带我家老铁点了